中藥裡面最特色就是用一味中藥 就可以把我們相關的疾病做一個控制或治療 那比如說我們一個感冒以後會引起的咳嗽 那咳嗽有分熱咳、寒咳或過敏咳 如果說你是熱咳又咽喉疼痛的時候 你可以用桑葉就直接要熬水再加一點紅糖來服用 那麼咳嗽就會抑制 如果說是熱咳的時候 你可以用我們的視地或是那個視直 然後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乾的柿子切成一片 然後直接沖水來飲用也可以止咳的作用 如果說是寒咳的時候 你用我們的核桃再加一點冰糖 放到這個果汁機裡面 再加100cc的水把它打成汁的時候 然後喝下去以後 對於這個寒咳它就有止咳的作用 如果是過敏咳的時候 你就用餅杏 也就是杏仁 直接把它要放在果汁機加水 或是再加一點冰糖 打汁然後它飲用以後 那麼這個過敏的咳嗽 就都可以達到緩解的作用